歡迎收看今天的巴黎媽Muse 我是尚靜雲 從這一集的節目開始 我們會陸續跟您介紹巴黎的流行細枝 時尚藝術 讓您能夠最新掌握最新的流行資訊 讓您的生活更加的豐富精彩 歡迎收看今天的巴黎我的謬思 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目前在香榭麗舍大道上 正在舉行的ArtVisee設計藝術展 今年已經邁入第九屆的ArtVisee設計藝術展 是各位國際收藏家還有藝術愛好迷 絕對不可錯過的展覽喔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裡面精彩的展覽 每年秋天在香榭麗舍大道上 舉辦的ArtVisee設計藝術展 在國際上早已享有聲譽 是來自各地的藝術愛好者 和收藏家絕不可錯過的盛會 會場內將近有80個藝廊 聚集在三大展覽館中 都是主辦單位精選出非常前衛 也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品 讓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 以及20世紀的設計史 來進行一場完美的對話 如果你也會玩子 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因為也許你會成為一個很棒的藝術家 作詞 藝術家 它变成了一座椅 所以它一直是一座椅 它是一座椅 它是一种线和线和线 它更加功能 在一种检查 一种检查的检查 最有趣的事 是她开始了 似乎一种事件 他在一种事件 他在25年 他在医院里面 他在医院里面 他被困到的不可以做 他開始了把紙的拍子 要把它裂 要裂 要裂 和裹裂的形狀 而出的出套餐 要裂出的方法 他想要裂出一致更多的重點 他就用了裂出的砧頭 裂出的砧頭 和裂出的砧頭 和裂出的砧頭 但是一直以為裂出的裂出的裂 和裂出的裂出的裂 和裂出的形狀 裂出的裂出的形狀 但全是他的工作 在我眼前的这张桌子 他是非常特别的 是60年代的艺术家 他叫做Philippe Ickili 他在江湖的城市 在江湖的城市 他在江湖的城市 在江湖的城市 在江湖的城市 你刚才看到了 这些人的艺术家 是一名的艺术家 他现在的艺术家 他做了很多艺术 巨大街的城市 带来他的艺术家 带来他的艺术家 他在江湖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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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做的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样 每个这么现代的家具 百家里是非常非常时尚的 里面竟然可以打开喔 米老鼠、苹果 都是为中国艺术家 李立宏的作品 艺术品来自中国 瓷器之箱景德鎮 稍制手绘完成的 了优优独播剧场 甚至 Ac If You Want 和某worm里面竟然比较 产志 面不也不一定 如果就不要 赖了 好 只数 años 我们看到好多小提琴的装置艺术品 非常别字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老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创作概念 你好 我叫 Linda Goldman 我叫老板的宝贝 总的宝贝 在宝贝 这是一个宝贝 这些宝贝 这些宝贝 的团队是什么叫 《Nouveau Réalisme》 尤其是 这些艺术的艺术 我们展开这里 这些艺术贝 有了一年 在2010的宝贝 在2010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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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有多广泛业的艺术 他也非常有主意 因为女儿是艾人在中国 他在中国的时代 一枚的烈焰 叫做烈焰的烈焰 在大墓上 這是一個烈焰的烈焰 烈焰的烈焰 被製造成了黑色的烈焰 抽象的幾颗型 漸變的明暗光影 平面的圖案出現了立體感的變形 靜止的畫面 產生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顫抖 歐府藝術 以幾何圖案 來製造出感官上的幻覺 在我身後的裝置藝術 可是非常的酷炫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可是是用畫材的顏料粉 來作為填充的藝術品 每一個圓圈 它可是各自的會轉動喔 我們介紹你 Manuel Merida 是一個維尼斯文藝人 已經有66歲 它是一種人的動作 它是一種人的動作 它是一種動作 他不在地下 他不在地下 他一直做形式一模一樣 而他最多的原因 就是他体系 和他体系 他会在地下 所以他会划断 在太多的体系 或是溫度 他会想到一種概念 每一刻的作品都會有不同的作品 他認為是一個藝人 雖然這些藝人看起來是機械 也看起來是一個藝人 看起來是一個藝人 這裡我們有一個藝人 叫做《Manuchrome Primaire》 在這裡容易讓人陷入沉濕 論有關者來捕捉混亂中的秩序 在單調中尋找意外的痛調 在變動中尋找不變的永恆 歡迎來到我家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現在的家裡擺個非常舒適的長毛沙發 這是今年的非常流行的新的一個款式 大家有沒有發現 哇 非常的柔軟舒服 蓬鬆柔軟 絕對不會掉毛喔 但今天我們來到這個伊朗 非常榮幸請到老闆來我們介紹這樣的設計概念喔 你好 如果我家裡剛好你有養一隻長貓犬或是西藏狗犬就要小心啦 因為你可能會不小心要到牙尾巴你會發現喔 香奈兒的設計師凱爾拉克菲爾在巴黎舉辦攝影展 名為凱爾拉克菲爾的視覺之旅 設計師介紹了他的攝影作品 肖像話和從未發表過的自畫像以及失望印刷作品 可以發現卡爾喜歡接觸各種新鮮的事物 他曾經嘗試過各種不同的攝影及印刷技術 作品題材廣伴從建築、自然、圖形藝術和迷人感性的時尚照系列 以及黑色、白色的自畫像 豐富的展覽讓觀者曾經在卡爾的視覺旅行的美感創意中 最近時尚圈掀起了一股搶味大戰 未朗範服務14年的Eleve Elbaz也離開了設計總監一職 目前他正在巴黎的歐洲攝影之家 舉行他的時尚跟影像的對話 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在數位化時代 我們的生活都是透過聲光時射的屏幕來溝通 這一刻我們安靜地讓影像來說話 廣伴的設計團隊設計出的作品放置在服裝人台上 黑色的氣氛包圍下作品碗爐發光的驚嘆號 可以讓人感受到創作的細膩手感 放文驚訝的是設計師Albet 沒有自己的電子郵箱 也從不用社交網路 他希望別人透過照片或電影來記錄他的生活工作 因為影像創作也是他的專業之一 裡面的圖像讓時尚與奢侈品被強制出既定的形象 浪漫的設計師向人們呈現出立體的服裝世界 展場透過設計團隊的精心策劃 廣伴的服裝總是傳達著細膩的情感和美的創造 這法國歷史最悠久的經典品牌 至今能在時尚和攝影之間持續的對話 設施品品牌掀起了一股設計總監的離職操 哈佛西夢離開了迪奧設計女裝總監的位置 過去她曾經在迪奧與我這部電影之中 為她高級訂製女裝系列做了全紀錄 現在就讓我們來欣賞電影的片段 以及一起來回顧她為迪奧最後的告別秀 她要求你做得更多 我從來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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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起來像 Versailles 它是瘋狂的 有些人是在酒吧 我從來是在酒吧 我們希望它是在酒吧 準備好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